Pandora對於我來的意義就是我的生命 Pandora代表了對吉他的一份情 它是傳達到情感的一件事 除了一隊樂隊之外 我想是一種精神 是一個…真的一個家企的感覺 無論你做事做得多辛苦也好 你都會回家 Pandora對我來說就是… 好像是家庭 讀書時代已經認識的Pandora 各成員對音樂都有一份執著和堅持 曾經參加大大小小比賽的他們 一路走下來累積不少經驗 他們的路並不是一帆風順 相信他們最大的障礙 是成員和人數不停地改變 其實你們的經歷都比較崎嶇一點 我可以說 中間的人數或成員就出出入入 經常性有改動 那時是邊期日突然說不合格 2014年 差不多 我去了創業 我去做我自己的小生意 然後經歷了幾年時間 我現在就在這裡 但你們不會覺得很生氣的兄弟嗎 某某然你們夾夾一下樂隊 又離開了 即是你見到一個朋友 他需要去找儀式 其實你不會阻礙他 如果你真的當他親身朋友 而不是純粹Band友 純粹Band友可能會說 你現在交到我對Band半桶水 但如果你換個角度去看 他的人生更重要 你一定是關心朋友多於一隊Band 你不應該關心朋友多於一隊Band 那弟弟呢 弟弟沒理由離開 你們兩兄弟 對嗎 那一陣子我生氣他, 才不敢 沒有生氣的 其實是 既然成績只有我們兩個 我還是先做自己的事 先讀書 作為一個哥哥 當然要先讀書 不要教太多東西 如果是的話, 我就先做自己 我不會乖任何隊友 我覺得是朋友先行 絕對不是因為Pandora 所以我跟他做朋友 不是因為這件事 我們是… 幸好而已 嚇壞了 不是, 你別這樣 終於解開了多年年的心結 對, 終於聽到了 2017年為何突然有一個心血來潮 真的要重新Pandora 那時候我記得那晚 是我跟他在樂隊房 然後在我寫這首歌 寫了我們第一部分 就是在捉緊心跳 這首歌想帶出的東西 就是繼續堅持下去 其實我寫完這首歌之後 就在想 其實這首歌是不是真的要我們的結尾 其實這是我們的初心 即是本來是想著作這首歌是最後一首歌 是的 但寫寫一下那些詞 自己有一點點感觸 我在Lido 其實經常都跟觀眾說 這首歌未必是我們最好聽的一首歌 也未必是我們一首一定得的作品 但是這首歌對我們來講的意義很大 尤其是歌詞 近來我們在重新的時候 我都有一次哭了出來 其實我看到歌詞 即是凝觸緊心跳 時代再變遷改變了 時代再變遷改變了 其實是說我們不會人事上的變動 我們心態上的改變 其實都是要捉緊心跳 捉緊那一刻想做的東西 朝著你想走 那一刻就會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通常你們鬥的歌曲 都是在這個樂隊房發生的嗎 嗯 是 除了這個樂隊 我想很多都是在自己家裡 先抽出來 當作他寫完一首歌 然後他發給Michael Michael再加上一些東西 再給盧華 再加結他線 我再加一些我的意見 通常你是最後鎮守著那個嗎 我通常一開始已經跟著這件事 但我不會這麼快就會記住 所以最後就可以改變了 不好意思 這個就是喊交位 為什麼你第一次改變的時候 又不跟我說 最後要出的時候才會說 是有這些位置的 是 但你至於中間有哪個人的性格 可能比較開心一點 令到這件事 就算你在喊交 在鬥一件事的同時 可能都會不會回到 始終有這個人存在 通常叫什麼 可能就是MJ 其實我看著他們 很多時候都會看到自己 例如他們會有一些 有些很無謂的執著 那些執著在旁邊 我會在這裡笑他們 那他們就不知道 我會覺得 為什麼你要執著這些傻的東西呢 我們四個喊起 交上來都真的挺固執的 是 我會覺得 因為我們真的說 我覺得這個鼓一定不是這樣打 你不可以這樣打 那可能他們就會說 神經病 現在我是鼓手 你為什麼要這樣說 就是會有這些情況發生 對 但是如果是有一個 我們不是創作Pandora的音樂 而是監管著Pandora的人 是 去判斷這件事 他就可以很客觀地說 因為我們全部的東西都太主觀 那變相 我想MJ正是 飾演了一個 是告訴我們 你們不要選擇 是 你們明明 四個都有自己的一個風格 是OK的 是 只不過你們選四個版本而已 嗯 那就選擇了 而不是逼大家選擇 大家的一個 而是怎樣去磨合 他們在夾樂隊做人 或者怎樣去做一些決定上 有很多地方都可以進步 尤其是當我自己玩了十年 也曾經犯過很多錯誤 我覺得在這方面 可以給予很多意見 你們當時怎樣遇到MJ 或者契機是玩一個木吉他的比賽 去中山 是的 當時他們是評判的 他們聽完之後就跟我們喝了一杯 那杯東西就厲害了 那杯東西就耍到現在了